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尾盘又再度往上拉 今天这个球赏要怎么来解读呢 节目上问你想要专家 就是永称国际投库资源分析师 韦国庆 卫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卫老师 今天这个期货盘 赶快告诉大家 到底是个关键的高低点位置在哪 还有今天大户到底是做多还是做口呢 其实今天这个盘 各位看了一整天的盘 大概多半上都可以打瞌睡了 因为今天盘算是蛮闷的 不过当然 其实昨天在节目上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其实昨天开红盘以后 因为昨天的涨幅不算小了 所以我说明天就只指今天 大概这个盘就会走一个确渐震荡 所以今天这盘果然也走一个确渐震荡 那问题是说今天这种盘 这个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这种盘 可以用句话来形容 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因为说真的 今天这个盘 如果说 我跟我讲其实说真的 虽然说昨天开红盘到今天 期货又涨了一百多点 涨了一百多点 但是对于某些投资人来讲的话 这两天涨一百多点 等于是有涨跟没涨是一样的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甚至明天都不打算操作 为什么 昨天开红盘 很多想说 哎呀对不对 台子要结算 各位 台湾的投资人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遇到结算日 大家对不对 就想说先观望一下 因为不晓得这盘到底会怎样 对不对 就开始观望 好了 昨天开红盘 有些人不想做 说是因为台子要做结算 那今天呢 继续观望 为什么 摩台要结算 明天很多人还不想做 为什么 明天对不对 后天要放假 要放三天假 继续等吧 所以各位 我说真的了 其实微博青 我在节目上 我在跟投资人 再讲一个观念 我说各位 做期货这种东西 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理由 对不对 你要做你就好好的做 你只要有很强的指标 很准的 很准的这个买卖讯号的话 每一天都是你快乐的一天 但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很多的投资人 对不对 每一天都要找理由 哎呀 今天台子要结算 今天摩台要结算 明天怎样 讲一大堆 给自己找一大堆的理由 然后呢 每天就开始观望 观望 再观望 各位 你是属于哪一种投资人 我先问你 各位 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 你真的是每天都很想 帮你自己赚钱的话 那我说对不对 就算今天这个盘 哎 今天的盘其实高低点不多啊 那几个高低点 36点而已啊 36点呢 那叫做很标准的 霞幅震荡 好的 那问题是 就算今天霞幅震荡 但是今天对不对 如果说 我说真的各位 今天最低点在多少 叫做9660 对不对 那我就问你嘛 今天这个盘 你说再怎么载 如果9660附近 你知道可以做多的话 今天最起码有个30点啊 对不对 上去到9690 跑一下 无所谓啊 但是各位 我意思是说 如果你每一天 你真的很想在股市里面 在起货市场里面 你真的很想帮你自己赚钱的话 我跟各位讲 我说过了 真的想赚钱 对不对 只要你拥有最强 最精准的指标的话 每一天都是赚钱的好机会 但是为什么有些投资人 对不对 每一天找理由 帮自己找理由 观望观望 为什么一直观望 各位说穿了 就是因为你看不懂盘 对不对 大涨的盘也看不懂 瑕福山的盘也看不懂 所以每天对不对 找理由 哎呦 今天怎样 明天怎样 后天怎样 所以干脆对不对 干脆就观望观望 一直观望下去吧 观望到有一天 好像觉得盘 觉得盘不错的时候 跳进去 不是最高点 就是最低点 就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各位 我说真的 以那今天的话 对不对 昨天到今天 开红盘 已经两天的时间 期货涨了一百多点 我说各位 我说真的了 就算风光那一天 要是你对不对 你空手也无所谓啊 从昨天一开盘 对不对 昨天一开盘 箭头 从958一翻多 到今天一会儿 就是一百多点 对不对 我记得各位 如果说 如果说 昨天到今天 你在观望的话 那各位 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其实啊 你所欠缺的 不是市场上 一大堆的理由 而是各位 你缺乏对不对 一个最精准 一个最好用的指标 所以你不敢操作 我跟你讲 说白了是 你不敢操作 因为你没有最好的方法 而且各位 讲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就顺便问你嘛 我就说 那我们就以今天来讲 今天高低点 才36点 但今天的盘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的话 可不可以做 9660附近 可不可以知道说 今天 今天在9660这个地方 你是该做多的 你说我老师 凭什么知道 今天9660可以做多 各位 你问的好问题 为什么 今天盘再展 对不对 但是问题各位 为什么今天 各位我们不要说9660 今天最低点 只有9660 我问你各位 今天对不对 最低点 虽然是9660 但是我问你各位 你晓不晓得今天这盘 在9662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多 各位 你晓得今天开盘的时候 9662是今天做多的位置 你不晓得 你不晓得吗 好 你不晓得 来 那各位 那我就问你 我给你 我今天我给你看一只抗讯号 你自己看吧 今天在这个地方 区区9点15分的时候 9点15分 我已经跟会员发什么抗讯 你知道吗 你看 强势预判 对不对 目前的资程在什么地方 9662 各位 9662 今天最低点多少 9660对不对 另外还有个支撑在9653 反正对不对 今天指数开高以后 开始往回拉 对不对 下挡支撑就看这两个地方 各位 9点15分 已经在跟会员提醒说 注意那个9662 跟那个9653 各位 9662 今天最低点 9660往下穿两点 是今天最低点 而且各位 那个9660 大概到了9点40几分 才来 我在9点15分 我在这里 就提醒会员 对不对 注意那个9662 今天最低点 9660 所以各位 就是我讲的 我刚才就讲了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今天盘窄 问题是各位 如果说你没有韦国庆 这么强的指标的话 今天的盘你当然观望 很多人昨天就在观望 你昨天都观望 你今天怎么敢做 你当然不敢做 那就继续观望 但是卫老师 哇 好厉害 什么指标 对不对 可以看出已经算出来 今天的支撑在9662 那给你看了 各位 如果大神现金 你已经看过一段时间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 对 各位 全是上一个独一无二的 最强的指标在这里 对不对 右边这个 强势预判 当今天这个盘 开高上去的时候 来 给你自己看吧 今天就算在开第一盘的时候 看到了吗 今天一跳空上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各位 已经算出来 对 支撑在哪里 叫做9662 后来这个盘 再慢慢开始 再往下压的时候 对不对 始终那个支撑 就一直都停留在 9662 从开盘开始 9662 对不对 后来指数 开始再慢慢再往回压的时候 对啊 始终有没有 那个支撑都一直就停留在 9662 所以今天最低点 这个地方 最低点来到9660 那各位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 对不对 在指数 今天9660 还没有来之前的时候 有些我们的同志会员呢 今天低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做多开始哪里做 9662 各位 哪怕这么窄的盘 对不对 但是强势预判 这个全市场上 独一无二的指标 今天开盘 对不对 马上就算出来啊 现在低点在哪里 9662 再给你看一次 哪里 各位 9662 那我请问你 你说今天盘窄吗 你9662去做多 今天上去又三四点 那只会那是今天盘 对今天盘本身就窄 所以各位 那但是无所谓 对不对 盘这么窄 都能够算出来 对不对 今天低点在那个地方 各位你说这么精准的指标 我都各位说真的 各位如果说每一天 对不对 你都能够盯 你都能够用这样子的指标 来帮助你自己 去判断 每一天盘中的高低点的话 我请问你 什么样的盘 你不会做 什么样的盘 你不敢做 我跟我讲 你啊 绝对比对 比人家 每天他抢的要做 我跟你讲 八卦都每天都开盘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是我讲的 各位 今天也好 昨天也罢 其实很多投资 这两天是没有操作的 但这个我再跟你讲一次 你之所以没有操作 不是那一大堆的理由 什么昨天台词结算 今天摩台结算 明天对不对 后天要继续放假 讲那些要干什么 重点是各位 因为你不晓得 每一天 你在哪里可以做多做空 各位这才是关键所在 这才你心里面的 那个盲点所在 不是吗 各位如果说你真的是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我再跟你讲一次各位 各位那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各位说 你做期货 你就缺乏了 像强势预判 这么好的指标 对不对 每一天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根本找到 导播来 这边来 不要照我了 你要照这个地方 对 每一天 对不对 盘中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各位这是封关那一天 封关那一天 开盘是往上开 尾盘往下压 但是压下去 对不对 是不是又回到 那个坡端支撑所在 昨天开红盘 跳空上去 一样 盘中涨了 尾盘之前 一压回 又压回到什么地方 又压回到支撑所在 继续涨 继续涨 到了今天 收盘前 两个支撑 还在这个地方 明天的关键点位 就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告诉你 明天的关键点位 就在那里 如何 今天收盘 已经算出明天的 关键点位了 对 我再讲一次 如果每一天 你做期货 你能够运用 对不对 像强势预判 这样子的指标的话 你怎么会不知道 该怎么做呢 你怎么会不做呢 我说各位 你抢着做 你天都想做 你包不得每天 一个礼拜七天 每天都开盘 我跟你讲 不是吗 所以各位 懂了吗 为什么今天这盘 哎呦 真的 我给你讲 其实说真的 今天这盘 很多人可能以为 这盘会跌下去 因为对不对 昨天涨之后 今天又给你开高上去 今天还开得蛮高的 但重点是你看 今天开高对不对 咚咚咚咚咚 往下杀 这一波往下杀 很多人会预期说 哎呦 台股大概两天 已经涨完了 所以各位 到这个地方 来到9660 绝对你还认为 这盘可能会继续往下杀 可是各位 懂了吗 一开盘的时候 已经算出来 9662 是今天支撑 什么叫支撑 就是起货做多的位置 所以各位 看得懂吗 各位你看这种盘 你一定对不对 心情里面 一会儿多一会儿空 会害怕的了 可是如果你看到 强势预判的话 对不对 我说各位 每一天的心情 很笃定的时候的话 盘到低点 就在那个地方 都预算出来了 明天的观点点位 今天已经算出来了 各位 你能够这样操作的话 我请问你 什么盘你会看不懂 而且各位 对不对 而且各位 你知道吗 除了今天 根本的低点 就算出来在9662之外 另外还有个重点 什么重点 破断 各位不要忘记了 老婆来这边 看到吗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一波 对不对 各位 过年封关前三天 强势破断 9467 翻都会 到今天 光这一波 已经将近220点 各位 你看大臣先机 大概封关前 不止三天 五天了吧 对不对 各位 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 其实说真的 这一波 很多的投资人 很可惜 可惜在哪里 其实你也看多 但是各位 重点是对不对 你赚了30点 50点 早都跑光光 当你的多单 在封关前跑掉以后 各位 你后面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敢做 不要说封关那一天 不要说你多单流仓 因为要放那么长的价 对不对 多单平掉是无所谓 但重点是 当昨天开盘的时候 你还是不敢做多 结果这两天 又是100多点上去 不是吗 但是各位 重点是对不对 如果这一波 你也看多 但是你只赚了 三十点 50点 就跑光光的话 对哦 从封关前第三天 对不对 九四六七 破坏净的翻都会 到今天 已经超过220点 会220点 我请问 做习货 要赚钱有难吗 对不对 说真的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整体一起来看 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其实 等会来我们看整个画面 各位 我要跟你讲的重点是 其实刚才 我给你解释的 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很可惜 一方面对不对 你经常看不懂盘 我就跟你讲 各位你看不懂盘 你唯一所缺的 就是强势预判 这样子的指标 因为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行情的要涨要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哪里看不懂 我说各位 我把这三天放大 从封关那一天 到昨天开红盘 到今天 对不对 我说各位 请你自己看 指数对不对 指数在什么地方 它的关键的 波段的支撑 也就是所谓的转折点 那个转折线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行情只要指数在支撑 在关键的转折之上的话 那不用我讲你也知道 这叫做趋势向上 对不对 只要指数 不管有没有震荡 只要指数 没有跌破 那个关键的支撑线的话 趋势就在往上 所以不管 封关那天也好 对不对 昨天也好 今天也罢 任何的时候 对不对 多单爆贵 爆贵 我跟很多人 我讲过 这一破贵 很多投资人可疑是 你也看多 但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赚不多 你的多单 为什么马上就跑掉 因为我说过了 赚个三点 五十点 对不对 赶快跑一下 之后呢 你的多单 为什么你的多单 爆不住 一个原因 就是对不对 因为当指数 一涨 一震荡的时候 你怕 多单不跑 如果跌下去的话 那不是给水 对不对 所以就算你做多单 但是指数只要稍微震荡一下 你赶快跑 指数稍微震荡一下 你赶快跑 震荡一下 你赶快跑 最贵 就是你多单 对不对 你多单 你抱不住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讲 但问题是 如果说你做破断单 如果说会每一天 对不对 你能够盯着 维国庆 这个独一无二的 这个强势预判 这些关键的转折线的话 我请问你 只要指数没有跌破支撑线 指数没有跌破支撑线 指数没有跌破支撑线的话 我请问你 你的多单敢不敢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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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报 因为你眼睛看得到 对不对 没有跌破支撑 没有跌破支撑 还没有跌破支撑 那各位 当你的心情笃定的时候 我就想各位 做期货 很多人很可疑 因为你的心对不对 你的心始终都觉得很虚 你做多单也怕 你做空也怕 指数涨也怕 你跌也怕 为什么你做期货 老是这样心里面七上八下 因为就是你的心不笃定 为什么你不笃定 因为你看不到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我说过了 每一天行情一震荡 哇 这个一震荡 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回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回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回 对不对 因为你不晓得 对不对 关键的那个转折 在这个地方 支撑线 转折线在最贵 你就一路 对不对 老是一震荡 你多端端就被洗掉 一震荡你多端端就洗掉 所以我再讲一次各位 如果说你真的这一波 你有看多 但是你多端很快就跑掉 到今天 你已经空手好几天的话 各位 你所缺的 就是像强势预判 这样子的指标而已 各位 微博信任会员 对不对 每天人家一眼睛看就知道 说啊 只说没有跌破 多端蓄报 没有跌破 蓄报 没有跌破 蓄报 各位 就这样子抱 一路给你抱上去各位 几百点就是 各位 几百点能够到手 是这样做出来的 而且对 除了强势预判之外 另外一样 各位 打从对不对 2月11号那天 封关前三天 最近的这一波 从9467 箭头翻多以后 不管中间指数 有没有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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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各位 我请问你 箭头有翻空吗 完全都没有翻空 所以各位 对不对 各位 这样子的话 只要箭头不翻空 多端我就蓄报 对不对 这样子对不对 才能够把每一个大波段 完全给它通吃下来 要这样操作 你的心情才会稳定 所以各位 透过箭头也好 对不对 我们一起看 透过箭头也好 透过对不对 强势预判 这个关键的 这个支撑线也好 在这都告诉你说 一个波段 到底结束了没有 一个波段 到底结束了没有 对不对 只要指数没有跌破 这个转折线的话 只要箭头 没有翻空的时候 对不对 都代表说 趋势没有改变 趋势没有改变 你就好好的报道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你晓不晓得 光是封关前 这一次 最近的这个波段 从9467贵到今天 各位 光这一波 已经超过220点了 各位 你看大臣先进 应该不止 不止封关前 那三天五天吧 很多人 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了 那各位 我把时间稍微再拉长 各位 这一波真正的起账点 是从1月19号那天开始 当天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当时在 信息系统里面 那个强势波段 从9216这个地方开始 各位 这就是1月19号那一天 这一波真正的起账 从这边开始 一样各位 当时记不记得 从1月19号 先是一波涨了一个多礼拜 涨到将近快9500那个地方 各位 一波就这样涨上去 好 后来到了9500附近以后 见头在949一翻空 后来对不对 回头修正超过三天的时间 97一翻多 上去9505 9507翻空到这 就在封关前的时候 949一翻多 各位到今天 各位 看到没有 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波段操作 什么叫做波段操作 对不对 光是最近的这一波 已经超过220点了 那各位 这一波将近300点 280多点 将近快要300点 各位 不要说对不对 透过波段 怎么样能够把一波 稳稳地把一波能够通吃下来 把一波能够通吃下 各位 在股票市场 你做股票做球 有个道理你都懂 真正能够抓稳 能够抓住大趋势的 叫做大赢家 要赚大钱 你必须把大波段能够抓得住 对不对 问题是我讲的 问题是我讲的 问题是很多人 明明你看对行情 这波看涨 对不对 很多人说这波我也看涨 但是为了一问 你看到你赚多少 30点50点 我说你如果能跑那么快干什么 那各位 我再讲一次 要抓大波段 你必须 有像这样子的指标 对不对 箭头翻多以后 跟这波一样 中间有没有震荡 有震荡 有没有震荡 有震荡 但是在过程当中 只要箭头不翻空的话 代表说波段持续 到什么地方 箭头翻空代表说 那个波段大概就结束了 那获利了结掉 对不对 反抖作为空都可以 那各位 这一波对不对 这一波从1月19号 各位到今天 我大概算了一下 真正这波的起展 各位到今天为止 指数已经累积 涨了快670点 670点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把房价扣掉 对不对 而且各位 光是最近这一波 到今天各位 液晶220点了 那各位 这才叫做 叫做做大波段 对不对 叫做掌握有没有 什么叫做掌握方向 掌握趋势 是这样掌握出来的 所以各位 不管你今天 昨天有没有操作 甚至明天 你打不打得操作 但是各位 那中间也是各位 好 不管怎么样 但是毕竟 在等 就算2月底 你再放了三星家 以后的话 各位从3月 开始对不对 所有的假期 因素都消失以后 回归正常的时候 那各位 从3月开始 外来的长长久久 你该怎么操作 你的波段 你该怎么样掌握 那各位 我再给你讲 对不对 那就这样 就是啊 透过箭头 透过强势预判 两个加起来 看的时候 各位 你才能够把每个波段 好好的抓住吧 好 广众可以补充资料 就是外资在整个 台子期间 视频多操作 所以镜头单 已经累积超过2万多口了 当然明天的关键点位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这群男投的孩子 用柳丁皮自制清洁剂 为村子带来新气象 他们凭借的 正是您在点燃生命之火的捐助 还有许多美丽故事 等待您的参与 第三十届点燃生命之火 邀您帮助弱势孩童 启动更多美好的改变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喂 你刚刚在那里 不知道 我快要到就对了 你打干嘛啦 烦耶 拜拜 我没血 因为有爱 每句话要好好说 现在开口说爱 让爱远传 让维宇生活更有趣 OVO经典位浴 第九禁区 极乐世界导演 I'm creating a machine that can think and feel 修杰克曼 Destroy that robot 成人世界 三月六日 I'm coming 同步上映 让维宇生活更有趣 OVO经典位浴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 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来 特别股市下个礼拜 即将进入到了三月份了 当然杨年这样一个红盘 气势能不能持续延续呢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伟老师 好 各位 其实说真的 因为明天过后 又要放三天的假 所以很多投资人 你真能关心的 恐怕不是明天的行情 而是说真正三月份以后 对不对 未来这一段 未来真正三月份以后的话 整个比较中长线 台股会怎么走 各位 我跟你讲个好消息 各位 微博信 我已经把未来 对不对 整个三月份 包含三月份 以及三月份以后 整个台股 这个中期的规划 我已经全部都做好了 那假如说你对于这个 对不对 从三月开始 回归正常以后的话 你对于从三月开始 真的整个大盘的行情 你希望预先知道说 唐金我是怎么规划的话 那欢迎投资人 今天打电话进来索取 这个就是三月以后 整个大盘的规划图 都做好了 欢迎各位来电索取 好 那除了就是说 这个三月以后 那个中长期的这个规划图 我都已经帮各位 做好了之外 那我们假如说 专门我们回合讲讲 专讲以明天来说的话 那大盘明天的观点位 其实也简单了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在今天收盘的位置 其实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明天关键的支撑就在这个地方 那不单从短线来看的话 这个波段支撑 已经提高到这个位置 甚至有没有 从波段的角度看的话 也是一样 目前整个的波段 它的第一个支撑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明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不管行情要不要正当一样 盘中的关键的支撑 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最好能够 一样能够预先知道 明天到底盘中 整个大盘的这个观点点 会在什么地方 对于明天的看盘也好 超越好 都是有帮助的 好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 明天的关键点位 以及就是三月以后 中线的这个回报 我都帮各位做好了之外 那假如回归到讲股票 各位 其实说的这个地方 我能够讲一下 虽然说今天台股 在从波段新高 对不对 可是各位 你们有发现到 可是路股那个地方 假如你有在座路股的话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虽然说今天路股表现得 马马虎虎 因为他们今天 算是过年开盘 对不对 可是各位 虽然说今天路股表现得 马马虎 可是我发现到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保护 各位保护生跟原上阵 没有涨 所以各位 你有在座路股的话 我到底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以保护生来看的话 各位你记不记得 其实在这个封关前的时候 早早在1月19号那一天 其实在节目上 我就跟你讲过 这各位路股算说疯狂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在维国现得先行动里面 我们以保护生来看的话 他从10月底 从13块多 一路涨上去涨到17块 将近快18块那个地方 可是那个有没有 后来在17块9毛2这个地方的话 最近不断卖讯 这位从1月中旬到今天 保护生没有出现新的买点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你到时候 这就是有点怪怪的地方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不但保护生是这个样子 原上阵更糟糕 原上阵各位有看到没有 保护生基本上 还几乎有回到 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可是原上阵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在往下的方向在走 所以各位 以这两个 我以这两个来看的话 所以假如说你有在座路股的话 以这个来看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一样 原上阵也是在1月19号那一天 31块3毛2 在微信的先进入里面的话 出现迫段卖讯以后 到今天 整个看起来对不对 它的股价没有往上走 反而是有没有 是要慢慢再往下做修正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地方 你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好 各位 不论对不对 反正我做过了 你做台股也好 你做什么路股 你做什么国际股市 我跟你讲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重点就是 各位 你有没有市场上 最强最好的指标 各位 如果你有这些 对不对 你譬如说像这些 什么强势预判 你有这些指标在 我说真的 行情的判断 对于你来讲的话 对不对 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好了 各位 那边我说 各位不要忘记了 三月以后 对不对 行情真正回归正常以后的话 整个加权指数 大部分的规划 我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假如你有兴趣 要知道说 三月以后的话 到底台股会怎么走的话 请你今天赶快通电话进来 各位 索取这个东西 我现在对各位的 未来的看盘跟操作 是觉得有帮助的 好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